人为贪财身先丧 王八骗钱命早亡 任郭奸华多取巧 美国监狱啃大屌 王彦平上书法官 爆料了七哥的真实状况 我们来瞧瞧吧 现在呢 长岛在外边跑路 在土耳其被蚂蚁帮给开除了一切的职务 什么联盟主席秘书长 全给开除了 是吧 然后呢 长岛现在醒悟了 也不是醒悟了 是被逼无奈 开始接蚂蚁帮的骗局了 以前的时候这小子 在那个蚂蚁帮的位置上 那是能够坑蒙拐骗 有钱拿的 现在呢 没有利益了 这开始出来说实话了 长岛啊 你唯一的希望 就是赶紧回美国来 向美国警方自首 争取轻盼 在外边 在这个过两天 没准小命都没了 你知道吗 躲哪是个安全的地方 除非你躲回中国大陆去 你能回得去吗 长岛 长岛说了啊 大家千万别上当了 什么苍天老狗 什么泰山之类的 想让大家继续做发财梦 钱来自于哪里呢 赚的是谁的钱呢 当下整个案子在美国涉及金融诈骗被定罪 是不可能再允许参加任何组织金融项目的 除非这个定罪被推翻 也不会有哪个机构组织愿意继续参与 战友们手里边还有钱吗 那空手套谁的白狼呢 还是捂好口袋 过好日子 耐心等待三到五年 美国政府把钱退回来吧 据说他们还在私下里联系不明真相的战友 然后呢 这个通过所谓的这种数字货币来集资 是吧 你们要小心 然后呢 有人问他 说导哥啊 你说这个A10项目流产了吗 长岛说 以我的理解啊 A10不会再有了 因为案子里边的洗脚所已经被定诈骗了 盖特方也否认了参加此项目 你看了吗 长岛说实话了 完全都是骗局 长岛现在出来接骗 回来自首才是真正的出路啊 好吧 一些蚂蚁啊 也都醒悟了 哎呀 我看到法庭的文件 我才震惊啊 原来洗币不是我想象的洗币啊 人家洗币的白皮书第十一页明确写了 洗币只是积分币啊 不能换法定的货币啊 是吧 这只是个游戏币啊 我才知道啊 才知道啊 因为你们以前的时候老郭千方百计的 不敢提一号的名字 因为他们怕你们看了我的节目以后醒悟了 我在洗币所谓的出来的第一天就告诉你了 那个洗币就是一个游戏币一个积分而已 因为洗币也没有链啊 别说公链撕链的 连他娘的老郭拴狗的链子都没有 没有链啊 全是一个骗局 现在才醒悟晚了吧 好吧 咱们再看看啊 现在他们蚂蚁帮骗钱 新的方式 什么方式啊 设立新的农场啊 骗那个新的蚂蚁和存量蚂蚁的最后的棺材本 设新农场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啊 要拿钱出来买这个农场主啊 然后呢 Porsy揭露了说这个新农场主叫做英国玫瑰农场主啊 他叫什么舒平峰 这个货2022年8月啊 给郭文贵写了一封自荐信啊 说这种人吃错了药 还有什么药可以治吗 说1985年初担任了研究生会的秘书长和学报的主编入了党 清华读的博士期间 担任了党支书和清华大学研究生学报的主编 清华就出这玩意儿啊 1995年啊 受一位学弟的邀请 回国参加了青年科学家学会 会后受到了江泽民的接见 2017年1月26号 郭骗子出来爆料 一家四个人都给法治基因和法治社会捐了钱 而且投了老椅子 2020年4月加入了木兰的秘密翻译组做义工啊 然后呢 这个参加了什么巴黎游行 罗马游行 这个惩贼 什么苏黎世游行 是吧 好吧 法治基因捐款一共是1万1千美元 投资的总额是58万将近60万美元 啊 再给清藤交了3万美元以后 买到了一个农场主的职位啊 现在都是这种货了 有人揭露啊 秃头 中间的这个秃头啊 就是这个货 文内媒说都这个时候了 啊 怎么还不止死活的往里跳呢 这家伙60万美元 他知道打了水漂了 那怎么把这个钱赚回来呢 那继续骗这些傻缺啊 他不当农场主 他这个本怎么回来呢 于是又交了3万 啊 然后呢 就开始幻想着 再通过新的骗钱 把他的60万的本给拿回来 啊 就这么回事 各位 好吧 咱们回头再说郭文贵的真实的处境 对吧 这个按照所谓的楼啊鼠青藤 这些蚂蚁们接到郭文贵的电话的说法 都是啊 说七哥说今晚吃的白米饭牛肉粒 那MDC一个星期四天吃牛肉末 是吧 医生告诫 不吃牛肉对健康很不利 所以七哥吃牛肉是真心真实的 因为七哥以前说吃牛肉啊 天打雷劈 是吧 发过誓 现在呢 也吃了啊 是吧 很挂念啊 这些农场们 对吧 然后呢 楼瓦鼠说 见到了七哥啊 七哥食欲不错 吃了热的牛肉卷和披萨 把我剩下的披萨也吃掉了啊 结果呢 这个 人家揭露出来了 说你还能跟七哥一块 吃娘的吃饭 吃个毛啊 你吃个七哥的毛 就一个两个塑料凳子啊 什么一大间的犯人 都在那个大厅里边 两个塑料凳子 中间连个那个台子都没有 坐那会见 还跟七哥吃饭啊 楼瓦鼠满嘴谎言 对吧 那么七哥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呀 Persy说了 王雁平 律师申请 要求给王啪啪 清判四年 动议中是这么写的 说举个最近的例子 上个月 当本律师探访王女士 讨论这份动议的时候 探视室和周围的区域 在整个访问的过程中 都散发着粪便的臭味 气味非常的刺鼻 以至于警卫都戴着口罩 并请求本人去投诉监狱里边 令人厌恶的工作条件 本人联系了一位官 在MDC诉讼正在进行中的被告的律师 当这位律师与MDC的法律部门交谈的时候 监狱的法律顾问就此问题回答说 连我的办公室也有这种大份的气味 你还指望什么呢 整个的监狱里边全弥漫着大份的味道 知道吗 是吧 就像这些什么这个罗瓦鼠啊 什么二百斤的公主啊 描绘的这些MDC啊 都像是锅片的地盘 每天从一个会议室走向另一个会议室 天天做三千个抚摸撑 这你妈这谎言都揍得他娘的变态了 王啪啪把七哥卖了 七哥现在浑身的屎味 才是真的 点个订阅吧 咱们下期再聊